自稱韓國人網救三眼騙美金 這個包裹中十隻三眼仔是屬於黃小姐 是有拍賣貨品一年的她 上個月尾收了一個自稱韓國人的email 當時我未做這個action的時候 即我未寄出去的時候 她已經有一個疑似銀行的郵件寄給我看 就跟我說這個公司的確是過了數給銀行 只要她一收到訊息的話 她就會立即給我 黃小姐就這樣 將十隻值一千元的三眼仔 寄了在韓國人長洲的地址 再將收據email給對方 誰知道 即是我要付500元的美金這間銀行 就幫她解封那個她被人凍結的銀行 我亦都會收到錢 上網一搜尋 就知道至少有四個賣家中過招 立即email罵爆片圖 不過幸好批三眼仔八號那天 寄了去長洲區議員的辦事處 職員知道這件事 前天都去了備案 當然啦 原來鄺議員 14日又收到過有175張萬寧禮券的郵包 她們一度以為被整股 後來自知元朗都有人拿東西 懷疑被盜用地址招搖撞騙